Google在台湾时间14号 推出了Pixel 9系列新手机 在这场发表会上 Google展示了许多以AI为主题的新功能 Google的Gemini大型语言模型 也成为这场发表会上的焦点之一 员工们能有展示了 Gemini的语音对话功能 甚至还能在几秒钟内 就为使用者乞讨一份电子邮件 除了手机外 Google制裁还推出了智慧型手表 以及具有AI功能的蓝牙耳机 外界认为Google这次大秀 Gemini与旗下产品的深度整合成果 就是有意与苹果以及三星等 劲敌一较高下 希望能扭转在科技设备领域方面的长期劣势